下面我们还是来聚焦伦敦奥运 在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啊 女子柔道78公斤级别运动员的童文 在赛场上是惊天逆转的场景 还是让人们记忆犹新 四年后他再次启程 目标就是未免这一项目的金牌 当地时间7月29号 他随中国柔道队抵达伦敦 这里是伦敦西斯罗机场的三号航站楼 天津名将童文乘坐的航班呢 目前已经顺利的抵达了这里 他们呢目前正在办理通关手续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身后这条通道的时候呢 标志了他的本次奥运会之旅正式开始 伦敦当地时间29号下午的6点20分 童文随中国柔道队走出机场 长达11个小时的飞行 并没有让他显得疲惫 经常到欧洲来比赛 我肯定都要飞11个小时吧 比较习惯了还 和童文一起抵达的 还有教练吴卫凤以及小师妹陈飞 他们随后的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凑 等一半天呢 今天先到这下来 把住这边安稳好 那个完了以后 明天上午再进行一下体能训练 今天下午晚上陈飞就要跑一跑了 因为他还有体重的问题的啊 童文嘛就可以稍微活动活动一下了 和四年前相比 再次踏上奥运赛场的童文 显得更加成熟 表示自己要做的就是轻松面对比赛 对于两位爱徒在本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主教练吴卫凤充满信心 奥运会好还是一般比赛好 其实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自己的心态的问题的吧 始终是把自己能能能稳定住的 能做到临心尽气 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与童文他们同期抵达的 还有中国蹦床队的队员们 到这边以后真的才感受到那种奥运会的那种感觉 先入村吧 然后呢 然后先熟悉一下环境吧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准备开始活动啊那些 你几号上场 我四号 我觉得能来参加奥运会已经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就到手说 平常心 就在中国旅游和蹦床队抵达机场之前呢 伦敦当地还是阴雨不断 那刚刚呢 大家已经登上了我身后的大拉车 天空呢 已经变得晴空万里 相信这样的好天气呢 也会给他们的即将开始的奥运会征战 带来好运